普里镇新南国小运动场因为年久失修 造成学生在使用上的不安全 在年初县长会刊之后 透过立委马文君向教育部体育署反应 日前在县长以及马立委的带领之下 与体育署副署长到现场会刊 希望教育部能够来帮助新南国小操场重新铺设 保障学生使用上的安全 我们马文君的立委 请体育署的红副署长来实地了解 红副署长的答应要给我们补助 大概是五百万 我们县政府要配合五十万 能够尽快地把它修复建造起来 让学生西南国小的小朋友 有一个好的运动措施 运动场所给他们来运动 因为西南国小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兽区 民众也都在这边运动走路 所以非常有必要 就是尽快地能够补助我们会尽快地滑包施工 县议员林芳瑜感谢县长以及立委马文君的用心 并表示 西南国小的操场除了是学生活动的场域之外 同时也是居民傍晚运动的地方 因为操场连久失修 也造成多次跌倒的意外 希望上级单位能够补助 并且紧速来修缮 让学生以及居民有安全的活动空间 他除了学生的运动场所之外 同时也提供给社区民众使用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破损的问题 造成了民众以及我们学生的跌倒 安全的顾虑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 马力委争取了我们上级单位的这些补助 也感谢我们县长的支持 同意共同来关心以及配合款的支出 希望能够尽快还给我们这些学生 有一个安全的运动场所 副医长盘一全感谢县长以及马力委 争取西南国小操场改善的用心 也希望上级单位能够允诺补助经费 并且紧速来修缮 让学生以及居民有安全的运动空间 记者崇尔一普立正采访报道